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朋友的英文教室 经典演说片第二十集 麦克哈瑟告别演说 老兵不死只有凋零 那我们上次讲的第一部分 你如果是临时看到这一篇 没用 你看不太懂 你去先看上一篇 那我们接着继续 因为你要看完上一篇 你才能接得下去 Beyon pointing out these general truisms I shall confide my discussion to the general areas of Asia Before one may objectively assess the situation now existing there you must comprehend something Asia's past and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s which are which have marked a course up to the present Long exploited by the so-called colonial powers with littl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any degree of social justice individual dignity or higher standard or life such as guided our own noble administ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the peoples of Asia found their the opportunity in the war just path to throw off the shackles of colonialism and now see the dawn of new opportunity a dare to for unfair dignity and to sell respect of political freedom 所以看又写的非常长 但没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绿色的字呢 这是我们每一个句子 就是用红色黑色来分段 分句 这样比较好看 那这个绿色字就是 去我们去解析这个文法上面 就是因为它很长嘛 它是关键的 关键的用字 尤其是那些 关系代名词啦 或者是这个 解析词片语啊 等等啊 或者连接词这些啊 它可以把句子弄得很长啊 所以我们看 看长的文章 比如说看这种文章 一方面我们就了解啊 这个重要的经典 内容 学习英文 我们也要对这些 可以把句子 写得很长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武器啊 也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在那个指数来呢 我们这个 以上我们所讲的 整个那个truism 就是真理啊 之外呢 比一样我们可以翻成之外 或之上 那我要把我的 discussion 其实它是演讲 它这边 故意切去说 我们的讨论 那哪里讨论呢 这个是你在讲 你一个人在讲 别人哪有 哪有插话的分 就是confine 就局限在 界定在 局限在 亚洲事务上面 那在一个什么之前 在我们 在一个很客观的 评估 assess 我们评估 这个整个情势 我们现在 现存的情势 之前呢 he 就是每一个人 啊 我们都要去 comprehend 什么意思 它真正 所以我们这边 绿色之下 真正动词在这边 前面呢 它并不是主句 它只是一个 before 就是一个 解析词片语 那片语也可以很多字 或者解析词之句 真正动词在后面 它必须要去 了解 了解 有一些东西 什么呢 了解 亚洲的过去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前面那集说过 美国的政府重点是在欧洲 可是麦克拉斯的重点是在亚洲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要了解 亚洲的过去 所以他局限说 我这边就谈亚洲了 因为他过去几次 一段时间 他从二十大战 从那个菲律宾开始 I shall return 那边开始 一直到他退休都在 都在亚洲 他是日本人的王 好 跟蒋介石也是 麻吉 是 韩寨他打的 菲律宾曾经 也是他的 就是他在管理的 是不是 亚洲王啊 所以他二十大战 他是亚洲的这个最高领 这个 这个 就是 最高指挥官 了解亚洲的过去 还有 一些他们的一些革命 一些带来的变化 这些都 Mark 标记着 Mark 他们的一些进程 一直到现在 那 亚洲呢 exploited 他们一直被剥销 被谁 帝国主义吗 英国啊 就是你们 我们这些国家 英国美国帕国 德国这些 被剥销 被这些所谓的so-called 这个 殖民 colonial 殖民地是colony 跟colonial有点像 这边colonial 听成有点像上校 殖民的势力 就是 英美势力 欧洲旧势力 然后 little little是有一些 little就几乎没有 就是 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呢 去追 追求任何degree 就是 亚洲人民几乎没有机会 在一列列强的压制 统治之下 殖民之下 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 去追求相当 任何degree 你不要说几度几度 温度几度 任何程度的 社会的争议 个人的尊严 或者一个更高水准的生活 那旧像是呢 这边很多人看了 看不懂了 什么status 又像是呢 所以我们把绿色字标起来 所以绿色字都是 文法结构的关键字 它巨蟹很长 就是这些绿色字的 作祟 它的 或者发挥功用 就像是呢 这个我们那个 引导我们自己的 Noble administration 在菲律宾 建立一个很高尚的一个政府 为什么呢 因为菲律宾 他这边老王卖瓜 自卖自瓜 以前菲律宾就要统治 但是二十大战 那时候那个 被日本侵略 结果迈克阿瑟 就逃到 亚洲 逃到那个澳洲去 带着太太 小孩 一些部下 逃走了 但是菲律宾那时候 在迈克阿瑟 还有美国势力的 这个控制之下 诶 也选举了 所以亚洲第一个 当这个 中国大陆 中国 是第一个 亚洲民主国家 因为1911年 可是那时候 没什么投票 真正第一个投票 第一个民主国家 亚洲第一个 是中国 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华民国 先有中华民国 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当然我们在提外话 你说二十大战 什么抗日战争 中国大陆现在也很多 抗日的 他老一辈会笑 为什么 那是国民党在打 蒋介石在打 那不是说 共产党没在打 那时候 轮不到你 共产党那是小弟 靠边站 而且要被围剿 所以 你后来也很多 哇 好像抗日战争 你打得很厉害 那时候 就不符实实 可是他也没办 他宣传 那你办二次大战 他都不演 也不行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 但我们还要了解事实 所以菲律宾是第一个投票的 真正民主的 因为那个 中国 中华民国那时候 还有军政吗 还有训政吗 还有宪政 所以就像是我们这个所引导的这个菲律宾的政府一样 那其他国家就没有了 那亚洲的人民呢 Found 建立他们的 我们这边是 他是援进洞 只是Find 就发现他们的机会呢 在战争中 just pass to throw away 就是 他们去除了 就是因为战争嘛 建战争以后 就去除了列强 所以很多 很多殖民地 在二次大战之后 就独立了 就是亚洲人民看到有机会了 就是通过这个战争了之后 他们可以脱离 有机会呢 脱离 threw off 就丢掉 我们讲脱离比较好 就丢掉难听 脱离的shackle shackle就是 手铐脚链 这些东西 shackle 脱离这个帝国主义 当然这边应该讲殖民主义了 因为帝国主义是imperialism 现在可以看到什么黎民呢 就是一个新机会的黎民 就是第二 就是到现在呢 here to fall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的一个尊严 还有那个 这个自我尊重 就是人权那些 还有政治上的自由 现在有机会了 看到黎民 他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有了 就是迈克拉斯告诉大家 说我们先了解 大家不要急 下面的总统先生议员先不要急 听我慢慢到来 不要太重视欧洲 不重视亚洲 但是呢我在 所以我今天讲的 这个演讲呢 我就是重点放在亚洲 但是大家不要急 我先把来龙去脉 我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亚洲的基本情况 所以整个脉络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这个 演讲 或者我们看文章 你要先了解他到底 主题是什么 他的脉络是什么 到底想讲什么 你再去看比较好一点 那你说我什么都不了解 谁在讲 对谁讲 为什么讲 主题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去看文字 你会累得扮死 mustering half the earth's population and 60% of its natural resources these peoples are rapidly consolidating a new force both moral and material with which to raise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erect adaptations of design and modern progress 他的独特はいえれき ladies. to the shift of the world economic frontiers as the whole epicenter of the world fell rotates back toward the area once it started 所以它这边真的有相当的难度 Master什么意思呢 Master我们一般就是 就是我们那个造极 可是你说造极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的时候 要把它意思转换一下 后面讲什么 地球上淡数的人口 publish人口就是拥有 你说造极怎么烦 就拥有 亚洲有世界上一半的人口 亚洲人多会生小孩 中国大陆印度就很多 甚至印尼也很多 你看现在最多的亚洲最多 中国快14亿 印度也快14亿 两个就差不多 278亿了 印尼人很多 东南亚人也不少 再加上日本人也不少 所以亚洲人多 然后它有60%的 自然资源 然后这边要停一下 照理说这边也有个斗点 所以这个输了 麦卡尔社写东西 有输 你不要说这些 委员啊 或者建国文献 它也会有错误 只说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或许有些地方 可以再怎么加强一下 因为这些文章 都是一改再改 你比如说 那个前面讲 独立宪言 杰伯逊写的 他不是一次就写完 他自己要改了好多次啊 那改完之后 是不是就算不算数啊 他还要 富兰克林啊 那个华盛顿啊 还有其他的还要改啊 那改完之后 所以 独立宪言你搞不好 看到的时候 已经改了十几次 二十次了 那当时他改完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 是不是一百分也不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 后来再改 那搞不好又有很多版本 所以这个文章是这样 那亚洲人民呢 他们很快的就 consolidat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本来是加强 团结他很多意思 我们就说他 他凝聚成 凝聚成一股 一个新的势力 因为他团结嘛 加强嘛 就凝聚成一股新势力 所以 我们这个翻译 或者讲解 不要太拘腻 但原来意思 什么意思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你不能不了解 就看着意思去掰 也不行 你先了解意思 然后转换一下 然后呢 是精神上的 这个moral 是道德上 精神上的 以及物质上的 然后他们用这些呢 他们可以提升 他们的生活水平 还有Eraq 我们这边是 那个 本来是Eraq 就树立起来什么 就是建造 树立他们 adaptation 一种 一种 一种示意 可是你这样讲 翻译谁懂呢 就是他们 他们建立一种 有弹性的 一种设计 对于 对于现代的一种进步 然后达到他们 自己的一个 distinct 一种特殊的 一个文化的 一个环境 那你这样讲 人家听不懂 反正就是说 这个亚洲人民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凝聚力量了 然后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体制 建立政府自己的机制 这时候美国要帮他 这个意思 那不论呢 一个人呢 adheres 坚持呢 坚持一种 concept 一种观念呢 就是 殖民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欧美人 是不是还是持有这种旧观念呢 根深蒂固呢 或者不是 或者已经脑洞大开了 可以接受 后殖民地的现象 就是 就是这些亚洲国家 独立自主啦 我们要放他一马啦 到底是你是老顽固 想控制他们 还是你要放他们一马 不管 whether or not 不管你是哪一种 那这都是一种 一种方向 就是亚洲要进步呢 然后这股进步呢 是不能被阻挡的 所以他这边讲 亚洲人 现在开始不一样了 要解脱那个 脱离这个 殖民主义咯 他们现在开始团结咯 也开始变进步咯 然后开始要建立 他们只有民主的国家 这是一个潮流 我们欧洲人 老大要转一转 然后不要去 与他为敌 我们就是要帮助他 这个意思 那corollary 这个字比较难一点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它是一个 一个结果 一种 我们就说 必然的结果好了 这个它是 看这个字尾 好像形容是 不是 它是名词 corollary 它是一种 无法避免的一种 结局 它是一种 必然的结果 to the shift of the world world economic frontier 就是它会改变 shift 改变 世界经济的一种 frontiers 一种疆界 因为亚洲 他们认为是一个 最东边的一个疆界 最后的epicenter 那请看 又是 Lisa's A-S 就是 这个算是 连接词 所以A-S 是很复杂的单子 很多意思 就是 正当了 这个世界的 epicenter 就是中心 rotate back 就是会转 rotate 就是 转动 转动 回到呢 到哪里呢 到这个 转变到了 亚洲 所以它一直告诉 这些 美国政府 这个西方人 这个历史的巨轮 已经开始转动 它会转动到 亚洲 In this situation it becomes vital that our own country oriented policy in consonance with this basic evolutionary condition rather than pursuit a course blind to the reality that the colonial era is now past and Asian people s covet the right to shape the right to shape their own free destiny 这每一个都不容易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会 什么会变得 vital 变得很重要呢 什么东西 at 这个代名词 到底什么东西 变得很重要 那我们的国家呢 要改 orient 我们就适应 对不对 新生训练就是orientation 就适应那个方向 适应那个campus 那个校园的环境 就是 我们要调整 我们翻调整 比较好 它本身适应 它本身适应 那个方向 到一个地方 东南西北搞不清楚 就是搞清楚方向 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政策 适应一种东西 inconsident 就和什么一致 和这个最基本的 evolutionary 它不是revolution 那是革命 这是进化 进化的一些条件 那我们要面对 这句话讲那么多 就四个字 面对现实 那一个面对现实 我们中文四个字 就讲完 这就写那么多字 而不是 rether day 就比起来什么 这就是我们中文 而不是就好了 你要是讲rether day 宁愿怎么样 而不怎么样 这种翻译 看不懂 你就说 要怎么样 而不是怎么样 就好了 而不是呢 去追求一个course 一个道路 一个情况 但是呢 所以它这个字 有很多转折的东西 blind 不要去走什么路 这条路就是 对什么视而不见 对一起 你看又是 就reality 又that 所以我们不得不 要把这个绿色牵起来 就是不要对什么 视而不见 对这个殖民主义 已经过去了 不要视而不见 我们不要去走一条 什么道路了 不知道 可是这条道路就是 对殖民主义 已经过去视而不见 而对亚洲人民呢 就是希望 就是本来是垂涎 谈吐了 就是我们这边也不要讲 讲那么软轻 就是很希望 强烈的需求 这些right的一些权力 去这个 去这个塑造 我们自己的命 这样意思听到没有 就说 我们要面对现实 然后不要无视于 这个 这些民主义已经过去 还有亚洲希望自立自强 而独立 就这么简单 可是 你光是看文字 看不懂 这些民主义已经过去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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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亚洲人 你说 很多人看不懂 这些人到现在还是搞不懂 这些人是谁 麦卡是一个人不是 还是美国 欧洲人 还是什么 当然亚洲人 亚洲人的寻求 一个很友善的一个指导 然后美国要指导他 一种understanding 互相聊天 还有一种支持 亚洲国家需要这个 而不是我们去霸凌他 这边就讲了 不是一个 imperious 一个霸凌的 一个很霸道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是父权 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好好跟他讲 我是你大哥 来来来 我告诉你 不要说我是你爸爸 你不听我打你 不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自由的尊严 就是 他们需要自由尊严 而不是 一种那个 信 一种让人觉得很丢人的 一种subjugation 一种 统治吧 征服 他们需要的尊严 而不是统治 亚洲人呢 你说 又搞不懂 他们的是谁 亚洲人了 亚洲的战前的生活呢 非常可怜的地 真的很可怜 亚洲人真的穷 现在过得 当然 比以前好太多 但现在也不行 但以前太苦了 infinitely 就是无限低 就是我们就讲的 什么 那个讲 那个 忘记 那个 现在很流行的 讲那个 就无限制的 低 然后尤其在这个战争过后 这个 Defestation 就是摧残 战争摧残 这个Wake 这个很有意思啊 Wake 我们说 什么清醒的啊 在战争的清醒当中 不同 他还可以说 人死掉后 守灵 不懂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个 这个也不重要 就是在战争的摧毁当中 看得懂 可是有时候 我们说英文啊 这有时候去 那战争的Wake 什么意思呢 搞不懂啊 也不是清醒的啊 也不是守灵 我们那个船啊 在开的时候 后面一道水痕 我们说船过水无痕 船过的痕迹 就是Wake 你说有学问啊 长知识啦 不是清醒吗 守灵啊 还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 就战身的痕迹 造成了摧残 摧残 有学问 这个Wake 哇靠 居然Wake 还有这个意思 没听过 Ware ideologies play a little part in Asian thinking and are little understood Ware the people's strive for it is the opportunity for a little more food in their stomachs a little better clothing on their backs a little firmer roof over their heads and the realization that normal nationalist urge for political freedom 所以你看我必须 不得不用绿色纸 你看 我们这样就好看了 句子那么长 你看 他一直这样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 就是我们这样 就比较了解 就把它分为 几部分都对的 那我们世界的意识形态 这不是世界啦 这讲话好听 就是欧洲 就是美国 欧美 哪是世界 但是我还是照致命 这世界的这些 意识形态呢 思考方式呢 在亚洲的想法里面 它只 就是 play a little part 就亚洲 就是世界的意识形态 它不太重视亚洲 它只 放一点点的心力 在亚洲上面 那 也不被亚洲人所了解 所以 世界上也 不太注重亚洲人 那 欧美的想法 亚洲人也 不太了解 这个意思 那 what the people 又不懂 又不懂啦 这个people到底是谁呢 是 美国 欧洲 不是 又是亚洲 所以它前面 大部分都亚洲 亚洲人呢 现在努力什么呢 他努力 strive for 他努力目标是什么呢 yes 主要动词这个 是一个什么机会 你看下面 就一个 两个 三个 等等 他追求什么机会呢 就是 多一点食物 在他们的胃里 吃饱一点吗 那真的 现在不是夸张 那时候 亚洲很多饿死了 或者是哀饿 到现在当时 全世界 七八十亿人 还是很多哀饿 生活在贫穷性上 那时候更惨 很多就是 我们 不要 不要其他的 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 我能够吃饱 那现在讲废话 吃饱什么呢 那时候真的 吃饱很难 半饥饿状态 第二个 我也衣服穿嘛 你说 每衣服穿 漏鸟侠 难看 他们就只有两个 甚至 我们讲食衣住行嘛 食 永远 为什么食衣住行 摆低 我要吃饱 妈妈会死啊 吃跟喝 第二个穿衣服啊 那 那冷的话会冻死啊 那就算 不冷的话 难看啊 食衣 住 我要地方住 行 这叫食衣住行嘛 就是 他们要求 多吃一点 吃饱嘛 然后 一点 你看这边 果然嘛 食衣住行嘛 就是 a little better 就是衣服 能够多穿一点啊 然后 你看 就住行嘛 我们讲的食衣住行 没错嘛 就是 a little firmer roof 就是 屋顶 稍微坚固一点嘛 在他们头顶上嘛 你看 第一个 肚子上吃饱一点嘛 第二个 back 他的背上 有一些衣服可以穿嘛 第三个 他们头上的屋顶 可以坚定一点 不要那个 这个房屋垮下来嘛 就是房子住得 坚定一点嘛 行就没有脚 因为食衣住是最重要 那行 倒是有两只脚道 没差 然后呢 realization 就是 然后去追求自由的 建立一个realization 建立国家的自由 这些政策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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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必须不得不把这些标出来 而且 而且他用的字会造人家的误解 比如but 我们一般说 但是啊 他不是但是 他不是但是 but不是但是什么 他就是 你说但是跟就是 哪里一样 不一样 就是高斯 他是强调语气 这个亚洲的呢 很多人问 这是政治跟社会的一些情况 到底是哪一国啊 美国啊 欧洲 都是讲亚洲 亚洲这些震惊情况呢 have bad 你说他 但是他怎么样 哇 这个整个文章不用看了 看不懂 have bad 他就是一种 间接的bearing 间接的一种bearing bearing是 很多意思啦 就承受啦 接受啦 负重啦 负担 他也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动词 那我们正面的意思呢 就是他是一个 间接的一个bearing 你不能说间接的承受啊 间接的负担啊 间接的挑担子啊 听不懂 我们说间接的关系 bearing 他承受的关系 他是一个很间接的关系 对我们的国家 利益 所以 亚洲这些情况 他就是 我们国家利益 有关系的 而不是 but 不然怎么觉得 have bad 但他不是 那这整个演讲不用讲了 都废话了 对不对 我们的意思 要跟他整个演讲符合嘛 可是你说他的 英文的意思 好像背道而驰 那你就了解 他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把你脑筋狠死 but就是但是 就但是 没有别的意思 那就完了 你英文 你英文绝对不会好 你说我这个字 就是什么意思 你说 signian是轿车 就是叫轿车 他也是轿车 轿车跟轿车不一样 是不是 你说Family是家庭 就是家庭 Family当家 他也是家人 家庭跟家人不一样 家庭可以复苏啊 家人 他这个不用复苏啊 他也是一种间接的影响 但是因为他间接所以你们这些华府人看不太出来 but他也是 他就是 他可以形成一个backtrack 就是我们那个舞台剧上面那个背幕啊 这个这个 布景啊 那个 那个背 那个背景啊 他通常有时候是那个帘幕可以垂下来 对我们这个当今的 我们要策划什么 你看又来一个witch 这很难 已经搞不成又来一个witch 他可以变成一个背幕啊 就是我们 制造当前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背幕 然后这些背幕的witch 必须要肯 要被去思考 又来一个if 哇怎么搞死呢 如果我们不想避免 又避免又怎么样 避免 pitfalls 陷阱 避免这个unrealism 又来一个 哦 去避免 然后陷阱 然后unrealism 不实际的 就是我们如果 要实际 你就说 Mike Carson 你就说我们要实际一点就好了 又说我们要避免 不实际的陷阱 他就搞死了 所以说 亚洲政令情况 对我们来讲 是我们一种间接性的安全 很重要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 我们以后制定政策呢 我们就必须要仔细的考虑 我们要现实一点就好了 可以跟你讲一大堆 这不搞死人 可是他表示 哎呦 你看我英文多好 你看我用一大堆 用but 用witch 用if 你看多好 搞死你 不搞死人 不吵命 没办法 那他说他英文好 那怎么办 所以有 有些法律文件 他也可以写很简单 不是 他就把你写的男的钥匙 所以你看你 每次信用卡 银行对账单 后面一大堆条款 哦 一整页 那字很小 哦 上千个字 有几根看完 他就不让你看 就是找律师写 写到你看不懂为止 所以他那个条文 这个什么信用卡 银行 很多条文 他不 他写出来 他不写不行啊 违背法律啊 可是他写出来 他不是写出来让你看懂 他是写出来让你看不懂 可是政府说 哎你有没有写 我有写啊 你看写了很好 写了很多啊 几千只啊 嗯很好 结果又问老百姓 哎你有没有看懂 我看不懂 哎你有没有看 我根本没看 我怎么那么多字 我就不想看啊 有人说我看两三段 我受不了 不看 所以他那个是写 让你看不懂的 不是写给你看 是写给你 不要去看他的 好他这一段算是把他的战略的想法算是比较讲清楚了 他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什么呢 在更多的一个很直接立即的一些关系上面呢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上面呢 我们的国家关系的这个关系上面呢 他有一些改变呢 他是Rod 这个字呢 这个这个字他也很讨厌 他是过去分子 他是Work 过去是 所以他是古字 文言文啊 Work加ed吗 他不是他用古代的字 就是Work W-O-R-K 就是作用 也是名词工作 作用 就是 有一些国家安全 我们有一些要变化了 他是有什么形成的呢 有什么作用 所以光这个字搞死人家看不懂 这是我们的一个战略 战略的potential 就是亚洲太平洋呢 我们战略 经过这个过去的这个二次大战嘛 就是他战略改变了 所以二次大战之后呢 这亚太平 亚洲这个太平洋地区呢 他战略地位改变了 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方向 我们要这个要改变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看那个文章 我昏倒 那Prior Deer Two 就Prior Deer Two 就是在这个什么之前 Deer Two就是向着那里的意思 又是用古文 就是表示高大上很有水平 就是在这个之前呢 这个西方的那个战略的前锋呢 就是美国在这个 在这个太平洋的战略前锋 就是Leon就是在哪里呢 在Lateral这个字又很难 就是什么呢 他又不讲Sea Line Lateral就是什么呢 也是那个 怎么讲他也不是海洋 就是沿海地区了 沿海的这个字比较少用 沿海海岸线 我们叫海岸线 就美国的海岸线 那是哪里呢 就是Exposed Exposed Island 就是有一些岛屿 Sailing Sailing又很难 用字又很难 这是比较突出的 像石头啊 岩石突出的 一些突出的一些岛屿 Extending 就Extending 就突出来的 就是他就讲 以前的那个美国 防务的海岸线 因为叫夏威夷嘛 夏威夷就像是一个 突出的海岛嘛 有这个海岸线啊 所以就是说 美国以前呢 西部 因为美国是西 西边是太平洋 东边大西洋 东边就是 再往东走就到欧洲啦 往西 经过太平洋往西 就到亚洲啦 到日本啦 到中国大 到台湾啦 就是经过夏威夷 中途岛 关岛光 就是关岛到菲律宾 以前是这条防线 这个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说 这篇文章 你说光是 英文不好 死路一条 英文好 很好 一知半觉 你还了解它的意思 这突出的 这些海岸线呢 这防卫线呢 Proof 已经证明 它不是 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据点啊 一个堡垒啊 就是啊 不是一个力量的 一个根据点 一个outpost 一个前哨站 而是一个avenue avenue就是 我们要玩巷子 大街小巷 avenue 或大街啦 美国那个 纽约第五大街 第五大道 也不是一个 反而是but 这边就是 然而是 是一个很弱的 一个道路 along which 就沿着这个 很弱的道路呢 敌军很容易 could and did 可以发动攻击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原来的 那个 原来的这个 这个美国西部的 防卫线 从夏威夷到 中途岛 到关岛 到菲律宾 这个弧形的 当初弧形 不能直线了 这个防卫线 那为什么不好呢 请看下回分解 这集就到这里